在金瓶梅中啊 几乎三分之一的内容啊 都是女人们在叽叽喳喳的相互扯皮 和水浒传中那些江湖好汉们的恩仇侠义行为相比啊 女人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确实太零碎了 所以啊很多读者都不爱读 感觉不过瘾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就忽视了这些啊零碎 事实上女人之间的这种暗流涌动啊 秘而不发的权力斗争的残酷程度啊 丝毫不雅于男人在庙堂上的 尔语我诈 阴凤阳维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啊 金莲和惠莲的斗争 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争风之素了 如果惠莲就甘心情愿的做西门庆的地下情人 那么或许她还可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而当她决定要开始 溃探那条正式太太的道路的时候 她已经就把自己的后路完全的掐断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和所有的男人们政治斗争一样 对女人来说 这也是同样的一条就有两种结果的路 赢了一不登天 输了是打下地狱 没有中间结果 你敢玩吗 所以说到底呀 这不只是外貌身材或者是才艺的对决 更多的这是内心的对决 赢得人一定是内心更强大的 更加狠的那一个 而悲剧啊 就是被惠莲严重低估了这一点 恰恰就是金莲 是一个比他狠得太多太多的人了 战争开始了 惠莲很快呀 就逮住了金莲的小辫子 是什么小辫子呢 他发现呀 潘金莲和陈兴记之间呀 有一腿 我们的焦点啊 一直聚集在西门庆身上 倒是忽略了这一点 这个俩人是怎么搞到一起了呢 在金平梅章中啊 所有的男人里头啊 陈兴记是一个人气很高的人 基本除了南一号西门庆之外 也就是啊 应伯爵受到读者的欢迎程度啊 可以去跟陈兴记PK一下 西门庆自己也是非常喜欢陈兴记的 他经常在岳娘啊 哎 面前夸奖陈兴记呀 聪明伶俐 哎 伶俐乖巧 这一方面讲的是因为陈兴记 是他的女婿 唐延道嘛 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但是另一方面呢 西门庆之所以喜欢陈兴记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啊 陈兴记啊 很像他 如果说惠莲是金莲的影子 那么陈兴记就是西门庆的影子 首先陈兴记长得特别好看 西门庆是老帅哥 那么陈兴记呀 就是小帅哥 爷俩呀 都是帅哥 其次呀 陈兴记呀 非常有才 什么琴棋书画呀 诗词歌赋啊 样样精通 尤其是啊 哎 乐器 什么销啊 争啊 吉他呀 什么贝斯呀 什么大管小管啊 什么琵琶呀 就没有他不会玩的 再者 哎 烟花场所上的风月手段呀 陈兴记也是一把好手 哎 所以我们说呀 这陈兴记就是活脱脱的少年版西门庆 哎呀 难怪这个老丈人这么喜欢的 但是除了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外呀 陈兴记 却还是一个和西门庆啊 哎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这一点呀 既是他非常啊 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 也是啊 他后来悲剧的一个致名弱点 我们知道 辞不长兵 义不长财 太重感情的人呀 虽然讨人喜欢 但是是做不了一个成功的伤人了 而陈兴记恰恰是一个太重感情的人 当时啊 这个东京杨司令被弹劾那会儿风声正简 陈兴记来西门庆这边闭祸 九西宴间一看到潘金莲顿时就不行了 我们知道金莲的实力呀 如果说当时全国玉泥大赛的话 金莲啊 绝逼的稳稳当当的拿前三 所以啊 对陈兴记这样的人来说呀 那杀伤力太大了 太猛了 马上啊 就给陈兴记呀 就给陈兴记呀 哎 迷惑的 是春心荡漾 是惊魂已失啊 自此以后 他这个小女婿啊 就经常主动的往这金莲院舞房里跑 什么喝喝茶呀 聊聊天啊 谈谈皮疗呀 哎 金莲啊 是一个欲望 非常旺盛的人 啊 虽然上次他和秦童偷情的事情 闹得很大 差点啊 连他跟御楼一块 樱沟里翻转 按理说 应该吸取教训 哎 可这会儿啊 正是平日如日中天的时候 西门庆也没空 天天往金莲那儿跑 所以今年啊 也是憋得难受 正好陈兴记这个小女婿 长得又帅又风流 哎 又被潘金莲迷惑得七婚八素的 那就旧坡下驴吧 他不搞白不搞嘛 对不对呀 所以一来二去的 今年就跟陈经济啊 搞上了 我们知道啊 好莱坞殿堂级的大明星 哎 达斯丁霍夫曼的成名作 毕业生 哎 就是啊 讲了一个愣头小伙子 和女友的妈妈 有了私情 哎 这个在啊 1960年代的美国呢 都是很惊世骇俗的事情 所以当时啊 台湾引进这部影片啊 为了不受到啊 哎 不过于的刺激群众啊 哎 刺激观众啊 甚至把片中的母女关系 改成了姐妹关系 所以这一次 虽说金莲是在找小情人 排解性饥渴之苦 可这毕竟是名义上的女婿 跟丈母娘的关系啊 哎 所以两人也是 只敢暗地里调情玩耍 哎 可就是这暗地里打情骂俏啊 还是被机敏的惠莲发现了 哎 如果我们是惠莲 我们在发现这种秘密之后 会怎么做的 哎 正常的速度啊 来讲 无非啊 是三条路 第一个呢 是去西明镇那儿告密啊 激怒西明镜 让他直接废了潘金莲 第二呢 不去告密 但是呢 找机会抓住潘金莲 跟陈金记的把柄 借此腰下金莲 第三是啊 保持沉默 哎 装作呀 没有看见 那么这三条路应该怎么选择呢 哎 我们啊 先来看第一条 我们看上去啊 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他直接就可以干掉金莲 但是换句话来说 如果要是这么干掉金莲 那么就必须把陈经记一块的捎带上 西门庆会答应吗 答案是肯定不会答应 你别说现在西门庆喜欢陈经记 就是西门庆一点都不待进陈经记 他也不会答应你的 这事要真正捅出去 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丑闻 这可是丈母娘勾引女婿啊 这是在明代 又牵扯到西门家跟陈建两个大户脸 啊 在脸面 这让西门庆以后在清河县还还混不混了 所以说呀 第一条路百分之百的行不通 直接pass掉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 这条似乎比第一条吧 要更好一些 既可以照顾西门庆的脸面 又可以打击金莲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点呀 慧莲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呀 哎 我们说金莲跟陈经记的私情 固然是见不得光的地下状态 但是你会连跟西门庆的 你们俩这段私情 不也是见不得光的地下状态吗 哎 而且就是在金莲默许的进 默许下进行的 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呀 当你准备要腰侠别人的时候 哎 你用什么把柄都可以用 但是唯一不可以用的就是和自己啊 捏在别人手里的把柄是一模一样的那个 他否则你会死得更惨 那既然如此呢 前两条路都不行 那是不是慧莲就只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呢 他装作没看见呢 但是我们说慧莲这个女人 不愧是金莲的影子 确实有想法 因为她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走出了第四条路 那么她是怎么干的呢 我们下回再说